民进导立委赵天林质疑 台酒公司出产的玉山台湾点草茅台酒 是以不得进口的大陆贵州银冰酒 也就是茅台酒以福特加民地走私来台 以49%降香酒益 以其51%加益酒益清香型机酒所制成 涉嫌走私 赵天林又进一步质疑 台酒董事长徐安玄 推托对于进口大陆茅台一虎所惜 根本是公然说谎 况且因商标近似 大陆早已驳回台酒玉山台湾茅台酒商标申请 但台酒从100年10月开始停止 报售茅台酒到大陆 但直到101年 却仍有玉山台湾点草茅台酒在大陆贩售 甚至指徒利山东酒厂 再加上商标金权 将赔上台湾国际形象 而且历经了中国当局 商标局行政诉讼的裁判 我们都败述了 还坚持要慢 你看看这个台湾19公司 多么的恶指 伤害台湾品牌 到时候如果贵州毛台酒来碰到台湾19公司 你们赔得起吗 台湾19公司会会早啊 台湾公司副总经理苏奎阳说 因并免忘记周分 再加上各方角力 即使决定停售后 仍必须针对下定的订单继续供货 遇到人家已经下单了 人家要求我们交货的情况下 各方势力 我们讲南京的 包括很多势力来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公司内部确实有很多政党 我们确实可以谋毁定案以后 我相信我们公司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会来会怎么做 台酒也强调 台酒客制化的酒类 有部分原料是邮定市场商事情提供 台酒公司并不清楚 不过赵天理相当不满 认为台酒公司做了最坏的示范 已有酒商打着进口福特加民地 进口需要客税的酒精 财政不关税署应该硬起来有所作为 记者刘秋台的报道